娱乐转圈圈 是好的 大家引以为贱吗 以下吐槽只针对演员 在当时片段的表现 吴对演技一概而论 所以别搞我 不多说了 先来个无奖净猜 你猜 乔星这是在哭 还是在笑 90%的网友猜是哭 PUT前情提要 他心爱的小通报 男主从楼上一跃而下 原谅我看不出 是在痛哭 此情此景下 反而还有点暗爽 不是我说的 从点赞数来看 至少有5000多的人 都这么认为 局看完后的感受 该怎么形容呢 下面这张图 或许再准确不过了 一秒把我拉回 乔星那张最经典的动图 啊啊啊 怎么了怎么了 哎呀 吓人 从此以后对没关好的门 都有了阴影 但冲乔星当时 没笑场这一点 我就挺佩服他的 网友 他演的是盲人吗 局 过分了啊 不是 下面出场的是淋雨 说实话 听到他的名字 我就没了点开的勇气 恶作剧之吻 给我留下的阴影 有点大 或许这次提名的作品 能稍微好点 没有 在蜗牛与黄铃鸟中 表情更加用力过猛了 嘴恨不得分分钟缺省田 哇啊 陆小葵见了 都甘拜下风无体投地 演戏原来都是 比这看谁更夸张吗 独创了一套 惊天地气鬼神 落跑甜心 后继友人的表演方式 这表情太失礼了 我感觉 他想拿叉子插晕男主 每一针都能结出来 当表演戏反面教材 那这又是在干什么 叉子静眼睛了 不是 是在花痴走在前面的男主 算了算了 对于的演技 我还感抱什么期待呢 答应我下次 别对男主吹吹就行 想想上次演技 浮夸到我害怕的 还是吴景言 在你是我的答案里 摇头晃脑的装疯 啊不是 是装可爱 我倒要看看 还有谁比我更疯 男主 上下打量了一番 强行露出很好 女人你吸引到我了的眼神 实际上是想靠边停车撒鸭子 就跑的眼神 真是为难小冬老师了 其实佟丽亚 在 完美关系里的表现 也一点都不出 林允和吴景言 把欣喜若狂 四个字演绎的视力 离 静 智 看得我是如坐针毡 如梗在喉 如芒刺背 瞪眼是害羞 你怎么对我 这么好啊 现在撤回我的好 还来得及骂 不出意外的话 这段应该被压压 列入了 最想删除片段之一 别说压压了 我都想帮她 抹掉这段记忆 记得把下面这两段 也删了 算了 要不整部剧 快把保护橘子 打在宫廷上 我先溜了 只有女演员容易出现表情 过度失控的情况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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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演员夸张起来 更是难以想象 你瞅瞅张云龙 在雷霆战将中 把八路军演成了油腻总裁 是真的 别人事情不知 所起一往而深 张云龙是由之所起 而越险越深 给身陷在冷水里的女生 自以为多情的 披上湿搭大的衣服 我反手就是一个问号 依附你自己披好布了 自以为霸道总裁式的一声令下 好家伙了 把敌人给引来了 云龙 谁啊 敌人 我们 哈哈哈哈哈哈这一段 值得反复看 我笑疯了 还有不好好走路 非得扭头来一个三分邪魅 七分油腻的眨眼歪嘴笑 对面的姑娘 明显吓到了 笑容逐渐消失 我笑了 我装的是什么 护住了我美丽的双眼 室友 云龙有机会 自己也看看 密解看了都想坐火车 连夜逃跑 说起夸张油腻 鹿顶记里的张一山 也申请出站 原来还真没发现 他眼睛这么大 看到这儿 我就知道 接下来糟了 果然 表情一个 比一个失控 说说片断眼的 像吃糖沾牙了 没感觉到吗 放大再来一遍 我还能看出是沾在了上牙营上 评论说 越看越像猴子 一开始 我还未一身辩驳 但看到这些图后 我越来越没有自信 这神情和动作 说好听是孙悟空的平替 难听点 就是盗版 有声音了 海 妖精 往哪儿跑 我可太纳闷了 是怎么做到一张 比一张好笑的 这也是也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